今天的头哥给大家带来的是香港恐怖电影《僵尸医生》 本片是陆建明与1990年导演的爱情喜剧恐怖片 该片诞生于香港电影行业的全盛时期 融合了多类型元素 虽然片名看起来是恐怖片 实际上幽默搞笑 讲述了女僵尸爱上了外科医生 一夜风流后外科医生也变成了僵尸 被女友发现后女友请来了法师作妖的故事 好了故事开始 在英国的乡间小路上行驶着一辆老式小轿车 但没开多远就故障抛锚了 于是大聪只能拿着公文包徒步寻求帮助 走着走着就出现了一栋古老的城堡 接着大聪刚拉开门 就出现了一个手持面具盛装打扮的女人 女人热情地将大聪带进了城堡内 而城堡内是一片迷乱的景象 随后大聪在躲开了一个美女的热情邀约时 误打误撞地来到了地下室 而在地下室有一个男人在和爱丽丝纠缠 大聪见爱丽丝是中国人 同时又以为爱丽丝是被迫的 便紧身而出打跑了那个男人 接着爱丽丝和大聪一起来到了吧台 爱丽丝反复地强调让大聪快走 然而大聪丝毫不听 在喝下酒宝递过来的可乐时 顿时感觉头晕不适 于是爱丽丝敢忙趁机将大聪带走 两人当晚就发生了不可描述的事情 这里的原片不太好看 大家千万不要去看 而大聪也被爱丽丝给吸了血 原来那栋城堡是属于吸血鬼的 所有女人都得给主人上供美味的鲜血 而在饮用了大聪的鲜血后 主人顿时爱上了这种味道 得知爱丽丝放走大聪后 主人怒火中烧 要求爱丽丝将大聪给抓回来 而另一边 大聪回到香港后 一边穿衣服 一边和同伴炫耀着自己破了那个啥 而正说的起劲 女友阿美走了进来 竟然赶忙转而讨论起病人的术前准备 而手术中 大聪因为背着女友泡妞 心虚之下直冒汗 而阿美察觉大聪的异常 于是威胁大聪 如果发现大聪泡妞 就要让她好看 做完手术后 病人得知死对头 带人来砸场子 刚想出院去砍人 就被护士长吼了回去 没办法 病人只能委委屈屈地躺回了病床上 而大聪几人 被副院长叫去办公室训话 说科室的业绩太差了 要求几人多做几场手术补上 同时 阿美约护士长一起下班 而护士长却跟阿美说 自己的师傅 从大陆请来了一个德云法师 晚上自己要去上课 到了晚上 阿美又给大聪熬了生汤 又引来了大聪一顿抱怨 然而当阿美拿出了 大聪最爱的蒜蓉虾时 大聪的态度瞬间好转 接着阿美将大聪的衣服拿去洗 而大聪刚吃了一口蒜蓉虾 却觉得味道很奇怪 难以下咽 于是大聪就将虾肉剥好 用报纸裹了人条 而阿美在收拾衣服时 发现了一股香水味 接着又在衣领上发现了口红印 以及裤子上发现了血迹 气得阿美拿着衣服冲出去 找大聪质问 而大聪结结巴巴的 用憋脚的借口撒谎 更是倒打一耙 怪阿美不肯跟自己那个 至于哪个懂得都懂 接着阿美回到家后 护士长说还好求了福镇住大聪 然而福早就不见了 护士长顿感不妙 同时在城堡内 爱丽丝被带到了主人的面前 被扇了一巴掌 主人呵斥爱丽丝 赶紧将大聪带回来 接着主人一把扯下了 爱丽丝带在脖子上的福 并将它给烧毁 而在香港的大聪正在逛街 却觉得太阳非常的刺眼 于是买了一个太阳镜 接着大聪又看上了一套 吸血鬼的典型装扮 换上后大聪大摇大摆的 回到了医院 刚好副院长找大聪 然后又训斥了大聪一顿 而大聪依旧一副 吊儿郎当的样子 和往常一样 自言自语的说道 如果会武功就一巴掌 将副院长给打趴下 接着大聪又坐视一掌拍出 没想到真的 把副院长给打趴下了 这边大聪回到了科室 有一个黑衣人 早已等待多时 一番交手后 大聪说是要割盲肠 气得黑衣人瞬间摘下了墨镜 正是上次的病人黑帮老大 黑帮老大破口大骂 上次伤风割包皮 这次竟然割盲肠 然而胳膊拗不过大腿 黑帮老大又被推上了手术台 正做着手术 大聪突然觉得眼前的血液 非常有诱惑力 眼看大聪的状态不对劲 还好女友阿美 及时换回了大聪的理智 在手术结束后 科室的几人正在说小 说大聪白天昏昏雨水 晚上精神贼好 喝东西都像个僵尸 接着一个同事怀疑大聪 被僵尸咬过 然而在脖子上 并没有发现牙洞 紧接着几人抱在一起 打打闹闹 当好护士长开门 叫另外两人去副院长那里 只剩下了大聪 一个人在办公室 画面一转 周天的晚上 大聪正在睡觉 在梦中 他来到了一片烟雾缭绕的荒郊野岭 在一块空地上 站着一个女人 转过头来的脸 一半貌美如花 另一半却是发烂的腐肉和白骨 吓得大聪从梦中惊醒 却发现自己倒挂在了天花板上 此时的大聪终于发现了不对劲 脱下裤子后 发现了两个牙洞 第二天 大聪在办公室脱下了裤子 让两个同事看 果然有牙洞 吓得同事们落荒而潮 而这一幕也被护士长看在了眼里 转头就跟别人发挂 说大聪三人那个啥的行为 而此时的爱丽丝 来到了医院找大聪 吓得大聪 躲进办公室从窗户逃走 回到家后 没想到爱丽丝正坐在沙发上 大聪刚想要逃跑 爱丽丝施展法术所上了门 要求大聪听自己解释 没想到对门的护士长 正巧去厨房拿喝的 听到了爱丽丝的声音 护士长从窗户 看到了大聪和爱丽丝二人 赶忙拉着阿美跑到了大聪的家 结果搜寻一番后 根本不见人影 原来爱丽丝躲在了天花板上 在送走阿美两人后 爱丽丝说出了解救大聪的方法 一个是杀死主人 显然并不现实 另一个就是找刚死之人 调换大聪的血 就不会变成僵尸了 另一边 由于阿美对大聪情根深重 护士长便决定用组传的秘方 帮助阿美 让大聪对阿美死心塌地 这时 有两个同事全副武装的 来到了大聪的家 并且带来了一套 清朝僵尸的服装作为礼物 大聪高高兴兴的换好了衣服 说只有同事俩 才是自己真正的好朋友 于是爱丽丝便提出 让同事俩帮帮大聪 这天医院刚好有个病人 失去了生命体征 于是同事俩迅速 叫来了大聪和爱丽丝 在爱丽丝的做法下 试图将大聪与死者调换血液 然而电磁波动 一阵波动之后 死者竟然恢复了生命力 也变成了僵尸 病房顿时一阵慌乱 而死者也逃了出去 在医院内到处闲逛 刚好碰上了爱偷吃的护士 不一会儿 屋内就传来了奇怪的声音 而同事俩人路过后 也丝毫没注意 倒就见怪不怪了 于是和病人完美错过 接着病人来到了 护士长的办公室 护士长的挣扎声 引来了同事二人 然后二人试图 用铁盘砸晕病人 结果病人毫发无伤 反而铁盘凹下一个洞 接着同事俩又将针孔 插进了病人的体内 抽出了两大管血液 病人终于平静了下来 而另一边 爱丽丝因法力反式虚弱不堪 极其需要血液 于是大葱便让爱丽丝吸自己的血 为了不让爱丽丝拒绝 大葱拿刀划开了手腕 鲜血顿时涌出 而爱丽丝在喝了血后 对大葱更是情深似海 将大葱拉入了柜子温存 画面一转 护士长将阿美带到了师傅的家中 一顿做法后 师傅交给了阿美一个灵符 能够让大葱死心卡底 于是阿美将灵符加入了汤内 给大葱送了过来 而此时的爱丽丝正躺在衣柜里 大葱正喝着汤 阿美开始在家中收拾了起来 看见衣柜躺在地上 外面铺满了衣服 阿美刚想发火 就在这时 衣柜里传来了声响 而大葱骗阿美是有老鼠 在送走阿美后 爱丽丝从衣柜里出来 就在这时 大葱突然痛苦地挣扎了起来 并且长出了獠牙 原来师傅给了灵符里 加入了阿美的血 于是大葱被转化成了真正的僵尸 第二天白天 大葱就将此事告诉了两个同事 就在这时 谢太太跑来看医生 大葱正在看诊 两个同事对视一眼 瞬间记上心来 忽悠了一顿谢太太后 同事俩抽掉了谢太太一大管血 足够大葱磕两天 而此时 上次的黑帮老大被人砍了满身鲜血 大葱三人看着满身满地的血 只觉得浪费 于是又抽了黑帮老大一管子血 接着同事俩开始在医院 到处收集血液 供大葱饮用 这天几人刚做完一个手术 支走阿美后 同事俩正收集着血液 没想到报告忘记拿了 阿美回到手术室时 刚好撞见 接着同事俩将收集到的血液 全部送到了大葱的家 大葱和爱丽丝 便在家中盛装打扮 合着AB型的血液 开始浪漫的足光晚餐 没想到却被暗中蹲守的阿美和护士长 全部看在了眼里 第二天 阿美两人将同事俩堵在了药房 一顿武力威胁后 同事俩迫不得已全部交代 接着破台仪式这天 医院众人正走在路上 突然掉下一具干湿 满身的牙洞 于是大葱冲回家质问爱丽丝 爱丽丝顿时感觉不妙 回到医院查看尸体时 发现是主人来了 就在爱丽丝想要解决尸体时 阿美等人和师父突然闯入 不听大葱两人的解释 师父拿着法器 对大葱两人是大打出手 没想到尸体也变成了僵尸 突然坐了起来 眼看师父要被僵尸咬下去 大葱赶忙将破把塞入了僵尸的口中 在几番拉扯中 破把头被僵尸一口扯下 还好大葱成功的激怒了僵尸 僵尸愤怒的将师父扔到了一边 和大葱爱丽丝两人打了起来 在一顿武打场面过后 两人成功的杀死了僵尸 接着师父又对爱丽丝发起了攻击 爱丽丝被打倒在地 就在这时 主人的金发手下赶到 爱丽丝急忙让其他人赶快逃 而师父偏偏不信邪留了下来 逃跑的几人正在慌乱的等着电梯 结果门打开后是空空的电梯井 还好几人拉住了围手的人 才没有掉下去 而主人也从电梯井内飘了下来 吓得几人躲进了病房 然而阿美却和其他人走散了 三人便跑出去去找阿美 这边爱丽丝和大葱 成功的制服了金发女 同时三人也赶到 告诉大葱阿美不见了 而另一边 阿美四处躲藏 却被主人抓个正着 阿美正在挣扎时 大葱等人及时赶到救下了阿美 接着爱丽丝请求主人帮几人走 可惜主人不仅拒绝 还对爱丽丝大打出手 此时看见旁边的射线枪 同时俩灵机一动 用射线打向主人 没想到居然真的管用 然而主人的眼睛 也能放出射线 打坏了射线枪 眼看同时俩危在旦夕 护士长打开了手术灯 大葱调整反光镜对准主人 赢取了点时间 几人关上门迅速逃跑 然而好景不长 主人两眼发出射线 烧坏了反光镜逃了出来 接着主人又找上了几人 阿美不幸被抓住被吸了血 此时同事俩随手抓起药剂 对主人撒了过去 然而并没有什么大用 接着大葱化出了僵尸形态 显然也不是主人的对手 随后大葱等人 用药剂对主人疯狂投掷 在扎下一大罐药剂后 成功地争取了一点时间 几人赶紧从通风管道逃出 而主人从冰柜 掏出了几袋鲜血喝了之后 又恢复了法力 继续追击着大葱等人 来到了戏台 接着主人三两下 将演员打倒在地 然后冲进后台 就要对护士长下手 护士长随手抱起华光师父救命 然而主人对华光师父的神像 丝毫不放在眼里 一口血吐在神像上 又将神像打了出去 并没有注意到神像的异常 接着爱丽丝试图阻止主人无果 主人要求爱丽丝 回到自己的身边被拒绝后 主人愤怒地踢开了脚边的神像 这次依旧没有注意到神像的异常 神像终于忍不住大显神威 招起大葱和两个同事化身刘关章 对主人展开了进攻 中西正在大战 眼看刘关章逐渐落在下风 主人正要下杀手 爱丽丝急忙冲了上去 抱着主人一起扎向了被打落的武器 双双被贯穿 此时主人还想挣扎 却被神像吸走了身机 而戏台上也在此时发生了爆炸 主人和爱丽丝都荡身火海 鸡血鬼一死 大葱和阿美也就恢复了正常 故事的最后 大葱抱着阿美离去 回首望向戏台 似乎还能看见爱丽丝的英容叫貌 故事到此结束 一部非常不错的经典香港恐怖片 非常适合胆小的小情侣 一起去观看 好了 今天的电影解说就到这里 我是小涛 一个爱看恐怖片的电影解说 如果你有什么想看 而不敢看的恐怖电影 可以在评论区告诉小涛 让小涛来给你解说一下 最后 大家晚安哟